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德明见前掩开 也决定与宋朝和解 维持20多年的和平 直到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继位 他统合了党项各部落 也平定周围的民族 终于在1038年 李元昊建立独立王国 后人称之为夏景忠 他以大夏为国号 也就是宋朝时的西夏 定诸于新庆府 位于今天的宁夏迎川 虽然李元昊学习宋朝观誌 但还是自立保存党项原有的风俗 也发明了西夏文字 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 宣告独立的李元昊随即与宋开战 侵略陕西地方 宋朝派范仲淹 韩琪等名城 带领百万军队前往西北 正式拖了七年 双方都分不出胜负 于是双方签订合约 合约内容为 西夏对宋称臣 送每年给西夏银五万两 捐十三万匹 查两万斤为税赐 允许两国边境开释贸易 西夏因此得到像残冤之盟 送给辽一样庞大的税笔 宋朝虽然暂时和平了 但财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之后才有了王安石变法及新旧党征的出现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我是小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